草屯镇平邻、双东、敦河、中原等四个社区 积极推动社区小旅行 促进在地产业行销 这次特别规划参访普里镇爱兰里的船山社区 了解当地社区的产业文化 那今天呢就是带我们草屯社区的一些志工 还有干部一起到我们普里爱兰社区 这边做一个船山船房 那整个行程大概会有两个半小时 从船头一直到船尾 那把我们的历史文化 还有我们的社区特色介绍给大家 社区表示为了推动社区小旅行 带动社区产业发展 透过船山社区参访 学习优良社区经验 而因为部分社区属都会区 加上地方文化没落 也希望借由参访的机会 来学习挖掘社区特色 帮助社区小旅行的推展 我们这一次这个产销小旅行 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说大家实际出来参访 出来走走 看看埔里这边不一样的产销活动 那我们就可以藉由这个活动来吸取其他 譬如说他实际的小旅行是怎么做的 可以回到我们敦河 像我们敦河 像小旅行是比较欠缺经验的 那这样我们可以来学习更多 很开心今天来到那个埔里传山社区 因为我们是草屯敦河 中原 平林 双东一起过来这边做观摩参访 然后想要来看这边 因为这边是三个社区联合在一起 然后来这边看他们的产业行销怎么规划怎么做 然后来这边取经回去希望就是可以有利于我们自己的产业行销 近年来许多社区积极发展社区产业 并结合社区特色发展小旅行 帮助社区能够自主营运 草屯镇四个社区能够自主到其他社区学习观摩 并鼓励社区也能够挖掘自己的在地特色 发展自己的小旅行以及产业 帮助社区永续发展 记者陈寅志 普立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